大家好,我是明老师的苗哥 今天苗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 雾灯到底怎么用 因为苗哥在节目里面 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双闪跟雾灯之间的关系 和正确的用法 但是雾灯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灯 却有很多人也把它忽视了 浪用雾灯或者不用雾灯 这两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浪用雾灯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像苗哥白天拍的 屁股后面的几个灯 如果雾灯开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见 里面有个最练的灯 这个灯就是雾灯 如果你这个灯是在能见度比较好 又没有下狂风暴雨 又没有雾气在晚上开着的话 所以后面的司机 觉得是雾伤加法伤的双重伤害 我跟你讲了 后面的司机心里面绝对是一万只 什么什么码超过了 你要知道 我这里后面这个红绿灯 等了一分钟 我眼睛都会瞎了 所以这一点我们在强调大家 我们在用完雾灯之后 一定要注意把雾灯关闭 如果你当时没记得关闭 下次带你用车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看一秒旁 一秒旁上如果雾灯的图表练起了 就知道你的雾灯开起了 这样的话 一定要把你的雾灯关闭 不然的话 你开出去十公里 估计会让人家马上一百遍 第二种情况 就是不用雾灯的情况 这个苗哥说的一点不夸张 你看一下下面的评论 你就知道了 就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 有多少人说 我自己的车子没有雾灯 说白了 他是根本不知道雾灯在哪里 也就没见过雾灯 所以他才会说出没有雾灯的 这种情况 苗哥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外国的车子有没有雾灯 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是在咱们国家 能够合法销售的车子 是一定有雾灯的 车子没有前雾灯 我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子 为了这个 节省成本 因为是日间行车灯 把那个前雾灯 就合并了 替代掉了 但是 没有后雾灯是绝对不可能的 没有后雾灯的时候 在咱们国家根本上不了路 就是不能迈出来 所以当我们的路上遇到起雾 狂风暴雨 反正就是遇到恶劣天气 人间度比平时差 这个时候你看前面的时候 尾灯都有点模模糊 看不太清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你的雾灯开起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雾区 瞄个给大家强调个很多遍了 很多司机认为 双闪才是万能的 雾灯没有 本来这种天气 它是优先开雾灯的 但是恰恰很多司机 没有开雾灯 而是开了双闪 从这个喵哥的行车记录 一拍的视频里面 再一次给大家印证一遍 雾灯的穿透能力 比双闪强太多了 因为雾灯是我们车子 屁股后面最练的一颗灯 再加上它是红光 红光的波长比黄光更长 穿透力更好 第三点我就好能做到底 我再跟大家教一遍 雾灯怎么用吧 因为确实有些朋友 不会用雾灯 大家可以看到 雾灯基本上 都是在这个杆子上 或者这个区域 有些两个开关 都是在这个杆子上 有些是在这个区域 而大东西的车子 可能更奇葩一点 它在这个源头上拔出来 才能用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不同的车型找一下 但是不论是什么车型 它一定会有这个 雾灯的图标 大家看一下 现在喵哥的车子 这个是我的这个后雾灯 看到 这是直线的 这个是我的这个前雾灯 前面一个这个波澜型的雾 然后三个这个线下的灯光符号 这个是前雾灯 当然你开雾灯之前 肯定已经开起来你的小灯 我们首先至少要把车子 开到小灯 或者开到大灯 反正这两档 这种大灯都可以 这个时候 才能够开启雾灯 如果你是在关闭状态下 它是开不了雾灯的 好我们开过来之后 这个是我的这个前雾灯 在这个位置 你只要打到on 这个都看得懂 打过去就开起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后雾灯 它是个按钮式的 大家看到 我只要这个开关 按下去之后 这个后雾灯的图标 就练起了 这个就代表 它是这个雾灯开起了 我的这个前雾灯 在这边 它是一个绿色的图标 我把前雾灯开起 这个绿色的这个图标 它就练起了 这个是前雾灯 你平时开车的时候 注意看一下自己车上 如果这样的图标 绿色的或者橙色的 一个灯光 前面有一个波浪线 这样的图标练起了 那就注意了 你的雾灯是不是开起了 如果你开起了 外面能见度比较好 不需要用雾灯的情况下 记得把它关闭 因为这个灯太练了 它会影响别人的视线 对面的眼睛是一种伤害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讲解 大家都清楚和明白了 雾灯到底怎么用 怎么开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有则改字 无则加免 千万不要再滥用灯光 尤其是不要不用灯光 如果大家觉得 喵哥讲的实在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把灯点起来 好不好 谢谢大家